在竹男防风铃这种得天独获的环境里 只需短短的50天 就可以繁衍出数以万计的新生代蝴蝶 以下就纷乱、幼虫、蛹、寒蝉虫等四阶段 来探索它们的孕育过程 四四子斑蝶通常会将卵 产在羊角藤嫩叶的叶腹面 经过两天后建成黑色而孵化 四四子斑蝶的幼虫期要经历五个阶段 从刚孵化的一灵虫到第四次脱皮成为五灵虫 必须要八天的时间 每一灵齐约两天 五灵虫生活两天后 会找地点吐丝座 然后将尾端固定在丝座上 使自己倒吊成J字形等待化泳 再经过一天的时间就脱皮成吊泳 幼虫由孵化至成永 一共需要11天 从二灵虫开始 身体的第二节 第三节 与第十一节 各有一对明显的极状肉图 棕林幼虫的体长 可以达到五公分 若要知道一只幼虫的灵旗 最客观的方式 可借由测量头部宽度来判断 游体在一天之内逐渐缩短并硬化 长度大约二公分左右 颜色也自此随着周遭环境产生变化 包括有金黄色 金绿色 银色 珍珠色等 第七天 闪闪方亮的永壳下雨 逐渐透露出叠尺的斑纹 这时候只需要再一天的时间 就能羽化了 瓷式只斑叠 羽化的时间 通常在早晨五点至八点间 伴随着清脆的噼啪声 成蝶小心翼翼地 撑开永壳并爬出来 食软的翅膀在十分钟内 会随着地心引力向下摊平 冲血 粗短的腹部则逐渐伸展变长 接着它还需要一小时左右的时间 让翅膀晾干 硬化 西一代的斯式紫斑叠 体色比四月初北返的紫斑叠较为鲜艳 这是因为老蝶 已经历数月的生活 飞行数百公里以上 翅膀自然会有些折损 成蟲的性别判断可从两方面着手 一是由性标来分辨 熊蝶的前翅置背上各有两道性标记 而且熊蝶腹部末节内藏有毛笔器或成性毛刷 成熟的熊蝶可借由毛笔器散发斑叠术 以吸引磁蝶 甚至于运用毛笔器来下鼓天敌 以趁机逃跑 焦尾时 磁蝶总是悬在熊蝶下方 就连熊蝶到处飞行时 它也仍然紧闭翅膀 而一动也不动 随着清明节而来的温暖季风 使得杨巧藤的老干上 着生许多嫩绿的新叶 而满丹与咸风草的花朵 也绽开在树林间 因而吸引了沉着西南汽流北返的 丝氏子斑叠到此繁殖 短暂的春泰型蝴蝶谷 就这样形成了 一直到五院上巡 十次紫斑叠的幼虫 有如过镜蝗虫 将杨角藤茂密的新叶啃食殆尽 为了赶在花勇前能着装的武林虫 几乎都在啃食嫩惊 这时杨角藤有限的叶片数量 就是天泽理论中的环境抗力 抑制了紫斑叠大量繁殖的潜力 有些勇会遭受蜂类的寄生 有些则面临蚂蚁的啃食 它们都只能坐以待毙 有些能侥幸活到羽化时刻 却由于精英变异而无法展开拳翅 或者衰落而无法让翅膀展开硬化 使得翅膀失去了作用 成蝶所面临的环境抗力更多 包括在草丛肩布下天罗地网的蜘蛛 在花朵下守株待兔的螳螂 以及攀木蜥蜴等 这些消费者对狮氏紫斑叠进行了 环境适应力的天泽作用 淘汰那些反应迟环 漫不经心的蝴蝶 在狮氏紫斑叠生活史上展露无一的自然法则 对儿童来说是很好的活教材 可以是却融入到九年一贯课程中 进而促成蝴蝶生态保育能够从小炸根 培养尊重与爱护大自然的态度 因此苗栗县政府与竹南政公所 已于民国96年将废弃的哨所 改建为子班牒生态解说教室 并于每年初春办理相关的生态教育活动 为这世界级的生态奇景 善尽保育及推广教育的责任 更期待献民学习与尊重和谦卑的态度 来珍惜台湾土地的生命力 以上ですね 请不吝点赞 苏同 taka再次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